我给你送来了 你现在尝不好吃的话 我先会遇到一个朋友 他说我做那玩意太难了 他根本就学不会 问我是不是不敢做简单的 怎么可能 那我不得给他上一课吗 我去还下雨了 这姐妹还非要草莓熔岩 我都说已经到草莓的尾巴了嘛 这也没便宜啊 还挺贵的 拿两个我平时买的这种 先把这些草莓洗一下 随便服一下 草莓的屁股切掉 在对半切一部分 随便找个容器里面铺上油纸 切成一半的草莓贴边放 最好是找一个正方 这样的话正好把它的草莓 能够排列的比较整齐 我放一边 先做一层冰激凌口感的夹鲜 冰箱没用完的奶油和奶油奶酪 我这一勺就是20克 割水让奶油奶酪融化 看现在就细腻了吧 特别简单搅一搅就行 三个蛋黄加一勺糖 搅到原先翻白就行 割水融化的鸡蛋三个均 先倒一瓶牛奶搅拌均匀 可以超市买10条巧克力 得放一半黑巧一半超市货 这个简单吧 就割水搅拌到完全融化就行了 这得先冻一下再放熔岩那层 太治愈了 可能我草莓买大了 把冰箱接着冻 冻好了 这应该是草莓熔岩的天花版了吧 黑色熔岩巧克力 再搭配上酸甜的烤梅 白色冰淇淋的口感 真的是绝了 教程已经看了吧 我又没吃着 我怎么知道好不好吃 我这不好脾气 那你等着 给你送来了 你现在炒不好吃的话 我寒倒里洗头 寒的饭今晚有半个食物 快来 别泡路了 来吧 太没胃了 是不是最好吃 那剩下我们哪走了 你会做人自己肯定要过去 都是我的啦